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汉语神学研究线上讲座 今天的题目是栽种和平 一个基督宗教伦理的倡议 讲者是郭伟廉老师 回应是韩思逸老师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颖 现为研究所的访问学生 在本讲座开始之前 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汉语神学研究线上讲座系列的源起 研究所于2020年 即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创作25周年 也是我们到风山开山90周年之际 举办了两个系列共计食物场的 汉语神学研究线上讲座 因为反应热烈 研究所决定延续 并于今年9至12月举办了第三个系列 共计七场的讲座 这次的系列三尝试以跨学科的进路 探讨汉语神学 圣经研究 历史 文学 人类学 伦理学 哲学 等等 今天的讲座大家报名非常踊跃 实际的报名人数已经有300多人 除了两岸三地的学友外 还有来自其他13个不同国家的学人 与我们共聚一堂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今天的讲者 是我们的郭伟廉老师 郭老师是香港进会大学宗教 及哲学系的副教授兼系主任 他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取得哲学博士 郭老师的研究方向集中在中国基督宗教 基督教教义学 公共神学 神学诠释学 郭老师的进注有 英文有 Narrative and the Triumph Reality Examining Robert W. Jason's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With References to Everhard Jünger 是2022年出版的 2018年他还在德会文化出版的一本书 叫做情欲宪 副标题是神学文化与伦理戏论 还有2021年他帮道锋的基督教文化评论 第55期做主题策划 这期的题目是异病与信仰 汉语神学的角度 然后我要介绍下今天的回应者是我们的韩思逸老师 韩老师是在香港进会大学宗教级哲学系取得哲学博士 现在就职于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宗教研究院韩老师为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国基督教思想史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 还有宗教伦理学 老师的著作有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的 从罪过之变到克罪改过之道 副标题是以欺客与人谱为中心 还有2016年宗教文化出版的 信德与德性 副标题是耶如德性伦理的汇通与转化 韩老师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一般项目一项 题目为基督教德性伦理的中国叙事 好 那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讲座流程 我们的讲座约有一个小时的主讲 然后会有10分钟的回应 韩老师的回应 再之后会有20到30分钟由大家的问答的环节 我们现在大家在听讲座的中间 就可以在问答区域以文字向主持提问 这样子到之后呢 问答环节的时候 我会有我主持人会把大家的问题读出来 然后请两位老师作答 好这样子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郭老师 请郭老师你可以分享你的屏幕了 好谢谢主席 因为我的普通话世界太烂了 所以我就直接的将我的发言的讲稿啊就是分享出来 然后我就去宣读我的讲稿啊 我想这样子为对就是各位参与的就是学者跟同学啊 可能比较容易去啊看到就是我的文章的这个思路啊 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的题目是再众和平一个基督宗教伦理的 参与啊其实我这个研究啊是从啊现在比较 据这个政理生的刘晓峰开始啊 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会从刘晓峰的啊白年共和之义里面啊 他对中国近八年的啊政治探索所形现的问题的讨论啊 提出汉语神学其实别碎建构一个和平的神学啊 然后我会首先分享就是分析刘晓峰他在啊白年共和记忆的书里面的观点啊 这个观点如何反映出基督教啊中国基督教在先进的中国社会里面所的遭遇的啊困局 然后啊我也会提出就是他有关这个斗争还有这个政治得生还有政治史啊史的讨论啊 啊其实可以联想就是和平神学啊 然后我会将讨论啊过去汉语神学汉语基督教里面两个有关和平跟政治的行动啊 我会从他们心向里面指出他们啊有可处理斗争啊跟和平基建里面的不足啊 然后第三部分我就会从啊就是圣经跟阿古希腊里面有关和平跟平安的讨论 讨论啊到底我们啊如何可以重新思考就是刘守峰在白年共和记忆里面的提出的一些看法 最后我会将啊就是在这种和平里面可能一些背后的神科以前啊 啊给实践我们如何可以补助就是刘守峰他的主张里面的一些缺缓啊 第一就是啊刘守峰里面的白年共和记忆啊他切入这个和平的神学 刘守峰白年共和记忆虽然是一本小书 但是我认为他其实是很简明的去说明刘守峰他对今天中国数位问题的研判的进入 我觉得以下的一段其实啊可以看见就是他的总体的一个思考 刘守峰说白年共和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两个明显的内向 一个是身体上的一个是政策上的 身体上的内向是自侵害革命之后 中国人正假共和自争恨辱就是分裂 已经还没有统一啊 谁在阻挠就是中国的统一了 美国美国阻挠中国的统一啊 意思的是什么的理念呢 不过是样可辞分而知之 配想普世价值的观念的外衣 政策上的内向就是由呃 内自这个毛泽东会流样中国这个文明的谷歌 建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职业学的最后阶段 以至就是如如今知识人对这回国父的评价 机会分裂要么恨不得啊 要么哀得不行啊 文革的政策以前就是激进的启蒙观念 导致中国人的政策内战啊 我觉得就是在节奏里面你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刘守峰因为中国社会当今的问题 一个是政治层面的呃内论 外外二十中国人的政策的内战啊 刘守峰在节里将两样的问题都说出就是外来的力量啊 就是政治的税务啊 其分裂是因为美国然后政策的内战是因为启蒙观念啊 刘守峰他很多时候也听他为就是启蒙交话啊 我觉得我们绝不应单纯的意味就是刘守峰的说法 整呃仅仅是一种盲目的筹外的程序啊 我觉得对泰尔人其实他是将整个的问题与历史结学啊 连起然后啊所以我们与其说他是手外倒不如说他是将整个的世界 现代世界包括就是西方跟中国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结学里面讨论 而对他来说其实美国对中国的阻挠与对抗 其实是西方历史结学跟中国历史结学结学冲突的树心啊 比如说就在节段里面他说我们早就知道马克思的结学就是斗争的结学啊 包括克德的世界时刻成这样我们知道西方人从自己所理解的古代世界的历史看到 西方的生活就是斗争 美国虽然是商议的国家他们的政治正硬并没有忘记他也绝不为忘记这个收视抵得全受的经济经验 跟包括克德的群群教学贵啊既然如此啊我们就不应该自信吸引人的相信 就是有自己古代历史经验的西方人为相信中国人自古以来主张的以和回归啊 从以上的人文呢就是啊文字我们可以看见啊就是西方政治历史的结学合身就是斗争 这是西方人自己的古代历史经验同样所谓中国政策文化的文化的沧桑也是一个历史结学的问题是启蒙市场人起的问题 刘晓峰称指出他是指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沧桑 但这沧桑的源头是寂静的启蒙观念 是毛泽东试图让中国这个文明古格建具在黑格尔的世界的结学历史结学的最后阶段的结果 但我们要注意其实这个真神的文化的沧桑并不只是啊几项社会主义 运动下的文化大革命也几项就是这个自由主义啊 比如说啊他说就是留守工作啊从文革中国来的人一点熟识解类的 于是鱼跟鱼金只要把毛泽东思想冠成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 一个知识分子总可以当呃这个鱼鱼当今的自由主义红卫并哪样战斗 首先平就是民主科学的法权炒掉自古上海的文明家庭 然后就把古代圣人啊圣贤的拉出来带高购反减上辈的游街 譬如斗啊最后就再用自由发权的啊有人权发起把圣贤的那门打到在第啊 定大响一节的普世价的讲啊啊我想就是这个已经可以看见的就是 其实刘晓峰他将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放在这个启蒙的思想当中 然后他们军队就是中国社会的做成这个内向 然后刘晓峰关心的就是现代中国的困境与命运 然后这关怀就是以历史结学的思考的形式来呈现 而他其实是一个既宏大的系统架构他才将中国的白年共和放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上誉 还有碰胀之来而认识我们不可以说他是仇爱也不能够说他是反共 他持次服只是将这种历史结学的交际呈现出来 如此啊他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同时看为进行中国的经典传统与启蒙市场的人啊 所以他说共产党的政治得胜确实是中国政治得胜与西方启蒙得胜的吻合啊 更重要的是其实接种冲葬不单止于中国与西方而是人女的人类的群体的生命的现实 刘守峰是认为人类的政神一群群体而分 不同群体中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对抗冲突 不过我们不要无故为就是刘守峰是祈求融合 哇是上誤的解决他借用这个士德鲁斯的思想来指出 就是融合华就是不予理睬都未归于失败 他认为就是然而市场正是在这种对抗和冲突中得到发展的 既然也不应融合也不应物不理睬 反过来是要在对抗对抗和冲突中发展 我们应如何在这矛盾重重的对抗中走下去了 留在八年共和自己提出的路径是由古典的学问的绝颜点 所以他说没错我有兴趣尝试的是从古典的学问的绝颜点 来看毛泽东与现代中国这些一代问题 我想尝试的是用他们的观察的视角来看我自己的经历的事 来发生的政治事变这就是说我所说的古典的学问的绝颜点 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往性的学人意识到 中国如今面临的是三千来未有自变局 在我看来这场变局的实际横溢 关键在于两点 一点就是中国的政治传统的免令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中国免令就是从未面对过的国际的政治结局 但往性学人尤其是廖平汉柳维面对过的节变局的思考 无不以中国传统古典学问为基础 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学问的绝颜点 他们并没有掉进后来从西方涌入的各种的主义的性质 所以刘布丹只是将中国的古典学问放进细考 此时他也更主张的就是要查考西方的古典的学问 所以他说我耿耿知道如果不从伯赖图的王子开始的斥责 西方的启蒙的观念的是非对错 就没有可能正确的认识白年功和的历史横移 同意也没有指望就是置入我们正神的内向 所以古典的思想的重要性在于他能精确的 更好地的历史的就是这个历史的畅向 所以他自己说就是不应该忘记上痕 但要精确的看待自己心上的上痕 做节点的的确不容易 我自己长期是这个上痕的主义者 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思想才让我更好地理解 个人乃至国家心上的历史的畅向 所以观察古典的思想能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畅向 重点是刘能将中国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的现象并成 并由此简开就是简现就是这个困局的正善 刘守峰对于吴建东的评价 政治是仅限的节奏 古典学问的倔言点的检线的能力 例如他说吴建东曾经以古典的方式 再次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属风楼人物 完干今焦 然后他更相信的就是吴建东带领的中国共产党 困体追踪能够建立共和首先在于这个单干者的 阶层的得省的品级 他以公元学来理解就是毛泽东的不断的革命 他说他正是为了递注这个真正的新中国 毛泽东才认为必须技术的革命 以实现的全体的新 用儒家的公元派的说法 就是当新皇 但毛泽东也同时是一个福音 就是激进启蒙运动观念的人 是他发动的这个文化大革命 让中国这个文明的谷歌 谷歌间距黑个人的世界历史结学的最后阶段 对刘首峰来说 其实现在中国的困难就是因为我们受了启蒙的思想 令中国及西方传统的政治得胜被顿挫 无论是勇武自由民主的人 又或是毛泽东都犯上这个错误 他贼把的指出 启蒙化于人民主群是有自信确信的 而自由不胜并非一种得胜 认识的人们主权不能够真正的带出真正的自由民主 而是人民圈记 反过来就是儒家的得胜的传统 在民主理念里面要找到这个其身之所 简直就是圆无臭鱼 他说人民的主权论 也可以叫做就是人民的传统论 按照就是启蒙的属于人民的意志 就是反过来的反郡主的传统 人民主权也别虽以传统的方式 反郡主的圈记 不仅人民的极限的权 并不受法律的任何的刑息 挂刑续的趋须 为了确捕就是革命的成果 人民的主权 原刑王都把这种圈记的权利 嫌序下去 在中国的古代政治中 郡皇别社会门是德政的基本规定 杰权统在早在现军以前已经奠立 为民原刑包肯就是照明以德 而照明是国家富裕余生的法权 按照就是旧民主的法理 走的取消这样子的法权 照明以德不再可能可见 现代西方政治的理念 从了白年中国市场面临的细节 要解开这个细节 别说重新法国打大革命 前原而未确的民主法理的问题 原而对被自由民主观念 切底使劳的中国这些界来 几乎是已经没有可能 即便如此 民主政治带有致命的质变 仍然是一个事实 所以你也发现就是 刘晓峰在评论吴建东的时候 也将文革大革命的政治困局 归于就是启蒙摧毁得胜的一个问题 这些段我就不读了 简而知就是今天的中国的问题 与我们义从刘晓峰的判断 辨识就是这个正神的文化的冲突的问题 也是一个重寻得胜的问题 对彼此来说 就是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和和平的反省 今天汉语基督教面对 作为中国正神信仰的 其作为外来正神信仰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不单需要面对瑜伽 更需要面对多种群体正神的碰胀 就是犹太的传统 西罗的传统 基督宗教自身的不同的传统 基启蒙思想以及中国民主的就是区域 在这众多的冲突中能够跑步的前进 我们需要处理和平的神学 试试他是不是能够给融合于启蒙思想 因为无渣的传统 周围汉语的基督教更好的选抗 这个因为就是我在节里 我没有写到的就是 刘守峰只提出来就是一个对抗的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对抗的方法到底是怎么 可以不成为一个破局 是否他没有很好的去处理 所以我觉得和平这个主题 在基督教神学里面的资源 其实是有很多的资源 我们可以发掘来面对这些不同的冲突 另外其实刘守峰十分的他的决意 就是今天中国的共和的难点 在于这个政治的得胜的沦落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伦理的角度 来探问这个和平神学 第二就是和恩基督徒 有关和平的理解 我从两个的反例谈起 和平的思想在基督宗教并波陌生 《信经》里面在也分所书 第二章第十七节 称耶稣基督事件回和平的福音 但如果我们将汉语基督徒 曾经有的和平的主张 放在就是刘守峰有关 中国的内论外外与精神的内向的论续的脉络底下 我们会发现 汉语基督教对和平的卸想 没能够有效的回应中国社会里面的贯切 就是我们的基本上我们不断的在冲突 我会用就是两个的例子 就是五一中跟大又廷的神学的论续来分析 五一中的为爱论续是中国在主流内建分裂 跟外地称范的神学的回应 然后大又廷的和平共鸣抗命 就是明显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在社会内的行动实践 两脚该可以与就是刘守峰的冠写 就是联系起来 五一中的为爱的论续其实也有不少的学者 譬如说就是姚西一 我的老师邢富珍 还有我的学弟就是王岐西 他们已经探讨过 所以我也不再这里重复 五一中早期的为爱的思想是一个切底的和平主义思想 但是他的目标其实也是要中国摆脱 就是他的税弱 五一中说为爱主义不是什么生鲜的东西 他的主将可以说 祭福完全是从耶稣的主义脱胎出来 我要主义是说 人生的全部的生活都要以爱为出发点 无论是对朋友或是对手对 无论是为个人或是为国家 根据这条原知 战争是不应当参加的 其他反复爱的行为与竞争恨恶 报复无论攻击或是防御的杀绿 不是杀绿啊 杀绿啊 等等都不是应当有的 都集齐点的 这失禅也应该废除 到底天下为共的地步 为爱主义是积极的爱 积极的向恶势力尊功 积极的为民众的奋斗 我们看法的不同 不在乎使命的内容 而在乎使命实现的方法 中国的税弱不是犯了 政港为爱的人的大谋病 实在因为中国人太自私自利 国人自述门前学 不不肯为别人的幸福去牺牲 为爱主义正是要做 你说说的 为中国争气 立子自强 民众的解放 成人 我们也知道这是吴耀宗 后来放弃和平主义 他自己说 我现在我已经不再是一个 为爱主义者 我知道为爱主义只是第一个 帝国主义用来麻醉 给侦略的 给压迫的人民的一种宣权 我知道 只有把为爱的爱国主义 和国际主义联系起来 才能了解怎么去爱首帝 他在哪个时候认为 只有共产党 而不是基督教的和平神学 才是世界和平的出入 共产党时 吴知道就是资本主义 嫉妒 逼人的 威胁到世界和平 只有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 立下记错的社会主义 和新民主主义 才是全世界人民正经的出入 共产党时 吴耀宗称神 自己是受西方的论语 所影响及控制 他影响基督教的普世 及团契的观念 其实是西方帝国主义的 欺人的 不可能的 空产 空产 他自己也从一个改朗主义者 变成一个革命主义者 明显地 那个基于西方只有主义 相信人人可以问用自信 立即象限的基督教和平论述 切底的失败了 取消吴耀宗导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革命 其实刘守峰对白年共和的讨论显示 且卷上并没成功 中国社会 包括中国基督徒 仍是在内向的混沌之中 吴耀宗导是西方自由主义 时的基督教和平思想 卷向社会主义和的和平 那么戴又廷 仍是不解不够的自由主义者 吴耀宗放弃基督教和西的和平思想 以成全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到现在仍是愿意 克下他自己的 虎辈的顺道士 他在二零六半年 在法庭的审讯中 为自己的案子如此的酌劫 他说 约我们正是有罪 那么我们的罪名 就是在香港解干难的世界里面 赢口去散播希望 业入我不最怕 我也不受悔 热解苦悲 是不能够拿开 我为毛馈里的饮下 道亭将他的公民抗命 冠以为爱与和平 但从他的陈其中看到 爱与和平其实是对抗的方法与心法 是寄照张力 营照遗迹 万起就是社会主义的工作 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神学的概念 这个是蛮长的掩文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读出来 让我们看见就是 为什么我说是 它是一个方法 在马丁路迪金博士非常有名的 关于共民抗命的著作 从博明坎 是建立发出的信中 他道出就是更多的 共民抗命的意图的部分 博士就是共民抗命的政策 在《星恒》中 他说 一个人也不遵守不公义的法律 便需要公开 充满爱心的和愿意接受这个惩罚 个人因其良心 挤出某法律是不公义的 而且更深的接受这个惩署 是要观其就是社会的良知 观之到哪中间的不公义 这样子其实是对法律的表达的最大的敬业 马丁路迪金博士 因为有些法律表面上是公义的 但事前是全变得不公义 他说我为的准许而有行 并因而被布 现在的的确确有个条法律 要求有行 所以得准许 但这条法律 如果是用来否定共民运用和平 职会的和抗议的权利 这会变成一个不公义 他还说就是面对一个精选 决具探盆的邪趣 非不暴力的极界的行动 正是为了行驻 一次的危机 以及加强一种的剧 創造力的战利 迫使就是对方面对问题 也是问题 就是戏剧性的呃 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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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所以和平一词是对抗议方式的描述 人民也可以将其解释为一个非暴力的斜逼 它是公民对不民主的政权的反抗 大于强调相帝要求基督徒斗正不易 尽管在他的计划中 中环金融区将因抗议者而谈 但他断言的见能是正当的 他认为运动是非暴力的 认识坦汉造成的强制是一种道德的力量 而不是暴力 但对于反对他的人 而我还政府来说 就是加强的运动 极不和平也不合法 对他们来说将运动与爱与和平联系起来 更是欺骗的和邪恶的 和平只是实现抗议者 政治目标的找挂的口号 和平是非法无的合法化的手段 甚至是放言 这场运动只能带来不和平 而根本和平坚不想变 但有点追求的 从刘晓峰的范势而言 显然是受自由与主义以求 启蒙教化所影响而有的 但自己承认他追求的就是真普选 所以他自己说 这中是关乎就是一群心爱香港的香港人的案件 他们相信只有透过忍入真普选 才能开启发展香港生成其矛盾之门 我就是他们其中日人 与哪些一起追寻同一民主梦的人 为了我们宪法的权利 我们已经等了超过三十年 而其结果是 无论从大悠亭一方还是政府一方 都没有走出刘晓峰观察到的白年红河的困局 就是社会的内向 因此就是香港社会 今天还是在强说 我们面对了就是难以缝合的社会势力的状态 我们可以说就是吴耀忠跟戴又廷 关于和平的手段 就是关于和平为手段 在吴的例子中 和平作为一个手段的力量太维扬 没有办法去苟证就是见证的错误 在戴的案例里面 和平就给指出为就是掩饰政治阴谋的一种手段 和平的意义十分洒宰 耿耿止非暴力的抗议 这两个例子显明就是基督教的和平的概念 会给就是政治要求和文化的气氛所左右 稀疏的政治的愿景 取代基督教的愿景来全息基督教的和平 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 这个变异性承放就更会复杂 这基督教的和平诡异的维持了 就是心机加强了个人 及中国社会的内向 而不能够让基督教成为 更好理解个人乃至国家心上的利息倡向的资源 所以我就提出 也许我们可以从刘守峰提出的 从古典的学问的绝艳点 变成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观察的方法 让我们从基督教经典中的和平 再次就是这个所谓白年共和的内向 特别我会用圣经跟阿古希丁来切入 刘守峰的观点是非常吸引 因为他能够让我们避免将和平 成为某一种政治的诉求的手段 因为我们虽从基督宗教的历史解学的角度 思考基督宗教的和平的观念 我们因虽从西伯来圣证 跟初期教会开始 在西伯来圣经里面的平安 就是Shalom 他在翻译为中文的和平平安 其实他有三种的合意 首先就是他可以指一种物质的 或是物理的状况 这是最常见的看法 其实他也可以指向惯系 在这里他的合意其实非常洁净 就应以和平的这个意义 最后他也可以是一个道德意义 这是他最不常见的一个恒意 Shalom 他最常于谈论这个物质 心体的状况 指的是一个人的物质的生活的安康 或是这个心体的健康 比如说就是越式的故事里面 他就是用这个Shalom来表达 就是他的心体和生活是否好 然后其他的例子好像就是在诗篇 或是在这个不同的以色贴记 还有三名一记里面也可以看见 这样子就变成就是在西伯罗信经里面 Shalom基本上常常就是变成一个问候语 这样子的时候问候语式的Shalom 他也可以变成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生活是否一切与常的一个意思 所以你发现Shalom 他基本上是几项一个圣服的一个状态 一种一切正常平安无事的一个状态 这不而言Shalom 他更是指向这个繁荣富足 丰盛富足 因此他是对别人的生活的幸福 或是事情的顺利的成功的祝福 成功的祝福更是Shalom 在旧元带有就是见证得胜的意味 所以你发现在心情里面 我在这里也觉得不同的仗节也简析出 就是他都将Shalom与军事的胜利联想 而言之战争的关系 Shalom因此可以解脱就是免于 就是危险跟灾难 基于西伯罗文的Shalom 一起与现实的无知的一个特点 它是几项一种人在现实生活拥有物质的负质 并没有战争即便的激放的状态 周月的星星的Shalom的现实的生活的恒意 对基督徒参与就是见识和平非常重要 因为他对基督徒特别就是王基督徒来说 其实我们太容易倾向平安和平 几项淡淡内心的平安 或是人与人和谐的关系 而福利他其实几项人的实际的生活的负质 我们也很容易的一直要求人避免这个灾难 冲突而忘记的就是Shalom祈求人 我的实质的生活的幸福 可以生活的就是丰盛富足 所以我们说就是Shalom本身 它是透露在现 周月的圣经中Shalom的第二个的主要的意义 就是几项一个观世 只有我们通常在英语使用的和平的词是一字的 Shalom跟和平一样 可以指国家与全体之间的积极的良好的观世 这种和平的关系可以是条约的结果 进一Shalom也可以是用来谈论国家之间良好的 规范的正常的交往 所以在个人层面而言 Shalom也可以用来描述出亲密的朋友的关系 消极的说 Shalom可以用来就是表示就是政治的战争的反义词 也就是疾病的跟贫穷的对立面 我们也可以发现 Shalom它是不公业的反面 也一个地方的缺费的公义 也未缺费的Shalom 解除西亚就是建立公义 人就不会再害怕 不受尽可 大享平安 所以你发现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 周约的先知严肃的宣告 就是应对以色列人他的不公义的行为 他们将面对就是上帝的审判 但是上帝的公义在末日的时候 我的圣诞的时候 他们将我的平安 唯有正义就是带来这个平安 因此在关系的领域上 就是Shalom其实没有说 就是我个人之间 还国家之间应有的物动的关系 因此就是周约的Shalom 其实不是哈亚的没有冲突 而是更岗泛的更机制的关系 Shalom是人民跟国家建立 就是公正和健康的关系 Shalom纸上就是公义的良好的关系 Shalom在旧约里面 第三个的意义就是道德和伦理 首先就是Shalom可以用作 就是欺骗的反义词 其实就是Shalom也可以用作 就是在道德上的无可指责 或是无辜 你指我就不讲了 所以就是在道德领域上面 Shalom基本上就是指正直 跟真诚与欺骗的相反 他是没有过错 内构或砸背的 从以上的两个意义 我们未看见的就是 周约的Shalom也告诉我们 其实和平不是避免冲突 本着和平而做的现实 是为了消去欺骗跟虚假 促进公义政治和赞成 所以他整体而说 他其实是一种得胜 然后在新院里面 西里文的Iran 给翻译出来的就是平安跟和平 其实他在早期的基督教中 基本上是用来指西伯尔语的Shalom 早期的教维章 旧约的经文的Shalom翻译成 这个Iran 用来解释就是 耶稣基督在实际下救赎的 Iran这个词也给用来 就是形成耶稣来开昌 弥赛亚的和平统治的 弥赛亚君王 和平虽然是一个不冲突的主要状态 但是在这里的 这个周恩的一个状况 但是他看到的就是重点 不是人能够自己创造的 谍续和状态 而是上主给我们成就的周恩 在西伯来书二章十十字里面 你就看见这个基本上 就是上帝他的工作 周恩提整我们 就是今天人岁月和平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 恶者的手中 不一人灵人 就是饱受这个压迫 不好意思 我们的罪恶带来就是物证的 就是不安 就是符合 给不是人自己的功劳 而是我们基督 而是基督指出我们的罪恶 承担我们的罪责 叫我们在今天里面 在圣灵中预长 就是天国众目的符合跟平安 因此追求不冲突 而不面对罪恶 即便几例建筑的稳定的局面 而不被救恩的主化 都不是基督教的和平的福音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的和平 其实不是要记住一个稳定的结构 它的核心是一个要求人 直接面对的自己的罪恶 在周恩中 溃感转化 再重和平 这个经文我不读了 那当我们能够将周恩跟和平构连 我们不会明白 就是周恩关于和平的教度 为何必然去处理公义跟罪恶的问题 他不会将和平贬位 这个稳定压倒意气 也不需要就是给认可的一个政治主张所受了 所以基督的死是上帝的公义 他以自己的死去承受这个公义 走出挽回堕落的人 是个惩罚不是重点 这也给我们基督徒非常清楚 就是教会建筑和平的结构 并不是在乎这个理由的惩罚跟饱藏 相反 因为世界是黑暗 世界是在矛盾 在罪恶里面 基督徒更要指出这个不义 劝告这个信仰会讲 帮助受负的人 受补就是破碎的生命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信仰的和平 其实也跟咎恶一样 是一种得胜 这种得胜是一种承受罪恶跟冲突的得胜 所以耶稣说 对他的门徒说 那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西上你们有苦难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在刚才我指出 在刘首峰里面 他可以指出来中国面对的矛盾 但是他在面对这个矛盾里面 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资源的出入 但是他也不希望就是我们只是用一个妥协的一个方法来将这个矛盾就消去 但是你可以看见就是在基督教的经典里面 在圣经里面这个和平的观念 其实就是可能同时能够将这个矛盾 跟这个怎么样之间 这些不同的矛盾 组织起来 在可以有他的资源 然后阿古斯丁在一世纪末的时候 才会开启将古代的西罗世界的Iran的另外的第二种解释 就是Harmonia 就是和谐 希腊在早期基督教的文学之中 特别在罗马的科门来之后 Iran就是作为周术与和平 作为内生的和谐 跟政治上没有真正的概念越来越就是温和的使用 在赖丁教会里面 Sharon跟Iran给翻译为这个Prax 就是这个赖丁文的 就是你也发现就是导致就是整个概念的政治化 最明显的例子的就是阿古斯丁他在上帝剂情里面 他将迭续就是欧斗成为平安的横溢 而真正就是巴鲁他成为平安的对纳的概念 阿古斯丁他既说平安最终而言是蝶序的产生出来的暗闻 平安的蝶序不是长期的 而是多元中的和谐 当然你发现就是这个 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古典的观念出来 所以没有新乐的这个基督的概念在里面 不过就是有一个重要的就是阿古斯丁的天象自行的概念 是Iran明确的给始为一个中国论识的概念 中国的现实就是阿古斯丁在上帝剂情里面指出 人的堕落就是令人以自己为中心 尊息满足自己的私欲 人也自己就自以为是骄傲 卷完爱的蝶序给人流去成暴力之事 人为了国的这个胆战的平安 政府就变成变成这个必要之恶 以武力及抢击来围起这个蝶序 但是人也认识给奴役了 但是政府的抢击力 基本上都是有他自己的邪恶生 以下的这个引文我就不读了 更有意思的是就是阿古斯丁对这个权利的迷思 背后他认为就是背后其实也是对和平的渴望 他说就是显然而见 和平是战争的最丑的目标 所有人也是用战争来寻仇这个和平 没有人是寄照和平来寻求奸生 认识的知识就是哪些活在 在自己生活在何以咬任和平的人 其实不会横护和平 他们只是将和平改造成更合适他们的要求 阿古斯丁也指出就是人以己力 寄照自己版本的和平 最深处就是败坏的就是自为神 以自导的自我的方式来实现的自己的想法 但也因为这个自我中心的取态 追踪的引来就是自我萎灭的 就是一个审判 虽然我们在堕落的世界里面 没有办法去避免强权跟暴力 但是人的强权永远带不来真实的和平 强权也不为是生命的实际 中部认识的和平令我们可以将和平看为人生的证实 也可以发现强权跟和平不是朗重的手段 就是支持暴力对反对暴力的社会 其实和平是一种实权 是个beer 而不是一个手段 对基督教会而言和平不是一种手段 而是指于福音批判的人的权势 其其流去的和了得和平 也透过就是爱神爱人 就是虚拟先逼承受苦难的生活 检视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阿古斯丁从来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他应是暴力在其实的事实 但他提醒基督徒必须警惕他们部署此事 更不应受制于歧视的意识形态 基督徒这是天上自明 自行的殖民 我们应该成为劝人愧改的宣道者 并与苦难的人同行的侨胜者 我们更可以说 如果就是刘首峰又有一种古典学问的眼光 来看就是更好的理解个人乃至国家 身上的历史的强项 而不信入就是启蒙思想的苟结当中 圣经的阿古斯丁的和平的嗜好 应该是为是一个极得我们参考的入策点 在这个记录里面 你发现和平是一种得胜 一个实权的思考 一个源于承受苦难的与冲突的基督信仰的生命的徒者 他应该有足够的承载力 面对我们种种历史的畅象 第四 这是和平神学 对刘首峰关于汉语神学的历史 结学应务的提议 在本文 毕者基本上是完全采纳 就是刘首峰白年共和的困局的分时 如此毕者的集中讨论和和平神学 如何能够教科的处理 就是这个启蒙思想的论度 语籍就是民主场上的问题 圣经给跟阿伯斯丁的和平神学 应可以造出一套就是汉语神学的自身的生权事宜 从一时自己能够确切的回应汉语语境的挑战 而避免我们迅入就是代理式的系统市场的牢笼 这个我也跳过了 然而如何从这个生权的事宜的转化为一种能够容纳不同矛盾的权在的体现的和论序 刘首峰赐福不能够有足够的资源 之外我们相信就是史德鲁斯斯米提还就是有个能能够提供资源 但只有会不会令我们容易进入另外一种形态的大理式的论说而不自知了 不胜就是自力推动间隙和平运动的美国的圣母院大学的荣秀教授 就是乃德耐克在他的著作里面 就是Jenny Turok's Reconciliation指出 真正的和平其实是如斯坪85篇第四节的提醒 就是持爱跟行使的善誉 公益跟平安彼此相称 真实的和平其实有四个元素 他持爱共义正相和平 而不是一美的在冲突里面事事宁人 然后你发现很有趣的就是四个元素 他是在动态的互动中 他其实构成了两对的对立的矛盾 就是持爱跟平安基于对立的诚实与共义 但是越要得到的真正的和平 持爱跟正相必须上意 公益跟和平必须兵权 乃德耐克更提醒我们持爱正相公益和平 不只是头颅的概念 它是在诗篇里面好像有生命的人格的主体 他们能够彼此的预想跟亲嘴 只有人格法的授持 其实我们持爱正相公益和和平 是精力和诉求 它是有血有虑的生活的苦难和耿轻的反应 没有 因此没有和平能够间隙在抽离的协作上 他必须要面对和聆听在冲突的生活的经验里面 而正实的经验 只有在生活冲突的人 他们对用什么原则 会炸起来应对冲突 也有不同的办法 有人倾向就是慈爱跟和平 有人倾向跟真相跟公益 但他们都是正实的生活态度 其经验跟期望 推着我们的生活想象跟奋斗的方向 因此我们不能够只顾此视频的 看待的是个元素 当他们被给视为无上矛盾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为无作受止的争论 哪个是重要 哪个是合理 哪个是合适 最后我们为被逼选择其中的一个 但又因为这个选择 也不断地迅入这新的冲突当中 来得奈何 提醒我们 慈爱真相公益和和平 不是你是我赢的零和的博弈 慈爱和平与真相公益周上 好像太阳跟雨水一样 虽然既然不同 但都是维持生命和生长的变碎元素 没有真相 就不能够真正的分宽 跟慈悲 没有平安的保障 就不会带来真正的公益 反制议员 这个我就不讲了 所以 我们要找一种生权 是意义的观点 来面对我们民主的上肯 慈爱和行持 彼此相遇 公益和平安 彼此相声 可能给斯德罗斯 西米提 急 如果能更能够去大理化 另外 就是刘守峰跟徐 就是斯德罗斯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 这个重要观点 就是学人的品质的败坏的问题 其中有和声 就是应识 自然跟与民众的紧张的关系 但刘守峰通过斯德罗斯 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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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现就是高贵的质人 秋人 不但是孤单的 更要节节的面对质人的恶 和残酷 这个我不读了 这个因为时间不够 秋人的勇气固人可嘉 但是这个绝对的寂寞 谁能够成臭了 因为我们不能够以彩般的 勇敢的了断自己的生命 我们是否只能够同样变成 败外与虚伪的学人呢 在节点里面 笔者觉得就是信音跟 错的价位的和平神学 最后将我们的将力减限出来 而不让我们切得给去回 最后 刘守峰虽然批判就是 技术人的政治得胜的败外 但是其实 他的敬意主义的味道 仍然十分浓厚 基督宗教的错断的经验 就是确实的一个奴隶 及底层社会分子的生活 会不会更反过来 能够提供支援 解构 就是今天的汉语生 基督教面对的 百年共和的困局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老师刚才的分享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 韩老师 请韩老师 您回应 另外就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可以在这个 问答的地方 写下你的问题 然后我们之后 请老师们回应 好 谢谢 现在把时间交给韩老师 好的 谢谢 刀凤山 杨锡南老师 邀请 能够出任这次讲座的回应 并且能够回应 我的母校母系的老师 这篇大作 我也是非常的荣幸 刘晓峰教授 是1980年来播 到新世纪初 中国基督教学术界的 一面旗帜 也是当时年轻人的一个偶像 我记得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们在宿舍里大声朗读 拯救与逍遥 他的第一版 这种情形呢 还是历历在目 实际上这本书并不适合朗读 因为它都是那种翻译式的 那种德国式的那种长句子 但是呢 书中那些非常新锐的观念 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躁动的年轻的灵魂 而掩饰不住的光芒和才华呢 也吸引我们追寻未知的陌生的世界 不过呢 近些年来 我很少 拜读刘教授的大作了 既是读到一些 也很难明白其中的威严大意 这本 百年共和呢 是我为了回应这次 的讲座 特别做的功课 说实在的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已经没有 当时朗读 拯救与逍遥时候的激情了 可能是老了 做幸的是 这次郭教授带领我们学习了这本书 引入了不同的视角和问题意识 使我对这本书有了更立体的理解 特别是两位汉语神学家 对于共和的不同的思考 使我对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世俗政治 有了政治神学和历史哲学的理解 那使得我对政治的理解也不再那么世俗 所以这是我 聆听郭教授的讲座最大的收获 另外 刘晓峰教授呢 近来非常主张 重视神学和经学的结合 不过在他的近些年的大作当中呢 神学可能隐含在其 引经据典的自立行间了吧 经学也不是他的长项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经典还是基督教的经典 似乎也不多见 好在郭教授在这篇文章当中给了我们不少的补充 特别是将圣经当中关于和平的内涵 做了详细的考察 引用了奥古斯丁的观点 加深了我对和平的理解 这个呢正好与我们古代经典当中 这个呢正好可以相互对比理解 就是和平呢并不是一团和气 而是要坚持公义或者礼仪制度 要有所坚持有所抗争 这一点呢我非常同意 在我的理解当中呢 历史和政治不只存在于经典和神学之中 更是我们的时空当中 生活当中所显现出来的 在我的理解里边呢 那么古典的时代 如果不经过中世纪 是无法进入到启蒙时代 现代和后现代的 我觉得如果没有中世纪的信仰 寻求理解的精神 启蒙呢就不免带有精英主义的话语霸权 信仰寻求理解的上下文脉络呢 是对话 有人神之间的对话 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特别是与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信仰 之间的这种对话 事实上呢 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呢 一切的信仰都需要经过理性的批判 一切的信仰呢 也都失去了绝对的权威 这个不仅是我们所说的宗教的信仰 也有这个我们现在流行的各种观念 甚至意识形态 所以这些都需要在平等的对话当中 被理解被接纳 真正的信仰 实际上是无法灌输的 神学也不可能通过文化的植入而被建立 所以这个我就想起一年多 一年前去世的当代的德国的神学家 汉斯坤 他也是我们汉语神学界的老朋友 他在生前呢 就一直主张 就是没有宗教间的和平 就没有国语国间的和平 没有宗教间的对话 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 他就强调宗教对话 对于这种世间的和平 无论是国度之间的 还是政治之间的 还是文化之间的 他的一种重要性 所以 宗教的这个对话精神 对于和平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觉得除了圣经传统 奥古斯丁传统 安瑟伦 还有托马斯阿奎纳的信仰寻求理解的 宗世纪的这种传统呢 我认为在基督教神学 在栽种和平这个议题之中呢 也应该有所贡献 那么信仰在我看来不是古典的东西 而是现代的 它是一个历久弥新的 可以说是 那么信仰呢 也不是神学 而是生命的体验和生活的实践 虽然这种东西呢 并不保证信仰或者生命经验 就都是对的 关于这一点呢 我就想起 当时刘晓峰的《拯救与逍遥》第一版 这是当时真正吸引我们的地方 虽然很多年过后 再从学术的思想的各样的这种角度去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发现里边也有很多 我未必现在还能认同的地方 但是这个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引用狮子山下的这句歌词来说呢 人生总有欢喜也难免有泪 人生不免期许也难以绝无挂虑 历史就是充满对和错 政治更是一只肮脏的手 所以和平的达成 既需要救赎 也需要德性 这个是 我觉得我们走过一段历程之后呢 深深感受到的这个东西 最后呢 我向郭教授提一个问题 就是在百年共和 百十年共和 百年飞机运动之际 在栽种和平方面 除了吴耀宗和戴耀廷之外 中国的基督教历史当中 还有哪些不同的叙事 汉语神学呢 是否还有别的出路 可以给出一些贡献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是当代的基督教和平主义神学的代表 比方说优达大师 比方说侯国士 这些呢 在香港的神学界 教会界 都有多有云朵 请问 这对于汉语神学 栽种和平的努力 做过哪些贡献呢 就是这个是我向您请教的 还有就是对于 香港社会的创伤 是否有所帮助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我的回应完了 好的 谢谢韩老师的回应 我们现在把屏幕继续交还给郭老师 郭老师请您回应 谢谢韩老师 谢谢你 非常精彩的一个回应 还有就是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问 我想说是就是从你的两个提问的第一个就是从这个历史特别就是飞机运动 还有我们玩的历史里面啊 去看啊 啊 啊 就是 勾引我们有没有这些的和平的一个一个努力去做去做 我的感觉就是你啊 如果你从历史里面去看的时候特别就是飞机运动的时候啊 那很可惜的时候就是啊 我们的的确确要不是就是将啊这个啊跟啊啊就是不是基督教的一个思考里面 又不是我们的好像是一个一个一个对变的一个一个啊 状况啊 又不是就是我们的真是就是根据啊他们的一个观念啊 反过来就是我啊在最近的时候我的学生在研究啊啊 就是在民国里面的基督徒的小说的一个啊啊的研究啊 反过来就发现就是基督徒的那些小说家在他们的这个啊理想的世界里面 反过来就将哪些啊在飞机运动里面提出的哪些大问题啊 啊啊变成一个啊在个人的层面里面在群体的生活的层面里面怎么卷跨的一个一个理想的生活的状态 所以我很同意你说的就是和平跟冲突其实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而是一个生活的问题啊啊啊跟我们信仰一样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历史介绍的问题 而是一个生活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是非常有趣 我也看眼界啊就是啊啊 不是啊理论家他他可以提出什么解决的方法 反过来就是啊文学家他们在他们的构想里面 他们讲出来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生活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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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征啊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那一个一个发现啊啊 另外的就是我想在啊看到的就是在台湾里面的就是啊 后来的啊啊就是这个二百温运动里面在台湾他也有一个就是和平的运动 就是这个一个平反这个二百的一个一个一个做法啊 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他如果你比较起来就是他啊 其实是啊跟大悠婷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将他的这个啊 对立的人不是只用一个啊的一个敞坡的方法来啊 让他们去接受而是用一个他们也应同的一个上啊去觉得 如果他们也应同哪个线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应同他们的诉求 这个是蛮好啊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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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的就是啊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其实也如果用啊 阿古斯丁的这个想法就是他们应该这个这个做法是是比较接近啊 啊他的一个一个方向的一个也也然后这个和平的内容也比较多 因为那不只是一个就是政治的一个一个一个方法 而是他有他的内容啊 啊我第一个问题我我想就这样子答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 是优的跟哈罗斯的问题啊啊在香港的确确就是在我们过去几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很多跟优的跟哈罗斯的一个讨论啊啊 但是我记得的分时我发现我们最后的基本上啊 其实我我应同你说就是啊刘晓峰在这个现在的啊 他他不再是名声了啊 日落西散的就是基本上他是在这应该是个啊 啊啊啊啊不是一个在他的好像啊过去几十年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啊可以长到的就是啊 啊学姐在啊我们面对我们的处境跟我们整个就是神学的传统里面 我们很容易的就是给取景就是拉走 哇是我们完全的就认同我们某个神学的处额的传统没有办法去好好去思考啊 在香港的啊讨论其实如果你在香港的啊参与者他也可可能啊观察到的就基本上就是就是这样子了就是他 我其实跟Yoda应该是对这个和平的一个神学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一个思考 但是在哪个时间里面就只是成为呃呃呃大又庭的反对面啊 就跟他基本上就是好像大又庭他主张的就是就是Yoda跟Harros就变成是另外一个反对的一个战化 就西确这个很呃很好的一个神学的讨论的机会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视的 呃谢谢呃老师的回应呃 呃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呃 呃我们我们会选择一些可能不是所有问题都会呃都有时间回答 那么我们现在呃呃第一个问题呃我们这个问题两位老师都可以回应啊 呃他这个问题是英文的我就用中文表达出来 嗯他是说这位同学呃呃这位学者他说学人他说呃和刘晓峰相比呃 呃那么刘晓峰他的生命和作品会不会提供了 另外的呃一种呃在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和解的资源是一种呃更加呃呃 关于智力性精神性和更草根的这样的一种和解的资源 对看看哪位老师想先回答 嗯我想我我我先回答吧就是可能 然后就是习一老师看看我呃呃我自己觉得我首先我我要再讲的就是刘晓峰 我觉得他呃百年共和可能呃有很多人看看完以后呃呃有有很多的一个感觉 那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选他就是就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在研究就是中国的功能生学生就是要这样哪个很很奇怪的一个气氛 很奇怪的一个张框很奇怪的一个处境里面去去显棉出来 然后其实我觉得呃刘晓峰他非常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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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كان 里面你看呢其实他就是要 这个很奇怪的状况里面 就是点出来 但是他其实没有什么 他是没有什么的 出入我的感觉他 没有找到出入 但是他只是要点出来 就是他在这里 看见有很多的 困难但是他也 不希望让这个矛盾来 就消灭 然后 刘小波 我觉得他是一个 在思想里面是非常勇敢 非常伟大的一个人 他的思想非常勇敢 就是 但是当然如果你放在 就是刘小峰他的看法的时候 其实刘小波就完全的给 就是这个自由主义去 垄断了就是 用刘小峰的 讲法然后也觉得就是 刘小波没有办法去 面对这个 这个已经有内向的一个 一个一个中国社会里面的状况 我自己的感觉的就是 他的 他的结局 其实是告诉 其实他的的确确是 在这个内向底下里面 他牺牺牲了自己的刘小峰最后的就是 所以 如果你问我的就是 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但是我想在 现在中国的处境里面 如果要了解他 要统成他 他就确实 啊 我是要他带来这个呃 就是符合的时候 我觉得不容易 因为另外一边的人 他他听不进这个 他好像这个很 很很很 很难听的一个声音来来来来的权在 然后我们我们也没有这个能耐里面 啊 就是让人听进这个声音 啊 啊 所以我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答案 啊 我其实 关于这个问题也没有太多的回应 啊 我记得 呃 就是无论是百年共和 还是 呃 这个林八宪章的时候 我当时还在香港 可以说是在历史之外 就是 但是呢 关于他们的八卦可以讲一点点 就是当初 呃 刘晓波呃 最早是提出一个要跟李泽厚进行对话 但是李泽厚当时的回应 这就是在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呃 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说是 可以跟我对话的不是刘晓波 而是刘晓峰 哈哈 啊 这是当年 后来当然 最近呃 李泽厚在去世之前 也对刘晓峰又有其他的一些评价 那 如果说到这些呃 就是比较实质性的东西的时候 那其实这可以说是呃 不同的一种呃选择 那么在历史当中呃可以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选择 我记得我的朋友说当初在呃 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呃 柳小波在北大的呃呃这个呃呃一个呃 小小的团体里面一起查经 他说哦 他第一次认识呃呃呃呃 柳小波是在那个场景之下 所以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我们很难做一个判断 这个最后判断还时间还没有来临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的回应 我现在我也想趁机会回问一个问题 我就没有打出来了 其实我可能要是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郭老师的这个文章里边 就是您是先从旧约再到新约来讲 这个关于这个傻弄的这个概念 然后您在旧约里边其实讲到这个傻弄有三点 包括有身体性的关系性的 最后的再到一个道德和伦理的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我想澄清一下 您最后为什么就把这个身体性就变成了一种德行呢 因为如果他也包括身体性的 其实和关系性的其实他也 应该是包括一个我们的更强调 无论是个人的身体的健康 还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和平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这个由这个问题呢 在引申出的就是我在想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看旧约的话 是一个是有身体概念的和平概念 身体和关系的 那么这样其实可以补充我们对新约的 这样的和平概念的理解 就是我们不只是一种只是非常属灵的 非常缺少身体性建构的和平 那么如果这样看来的话 新约的和平 他作为一种周末的应许 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时候 他其实应该也是一种 具有身体性的 关系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你用 因为你用了奥古斯丁的这个上帝 上帝之国 我觉得如果我从路德的这个两个国度的 这个思想去看的话 那么我们必然是作为罪人和义人 你必然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那么他这个和平 他也会以家庭国家 还有其他的经济的形式出现 这样子的话 就是您的和平的概念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会不会不只是停留在 除了人格上相遇 他怎么落实到我们具体的生活场景中 如果假 可能我这个就要延伸到第三个问题了 就是如果我这样理解这样的一个 以旧约的人民的生活为背景的新约的 和平应许的话 那么 呃 戴耀廷或者其他人 他们的一种这样的一个 嗯 呃 爱与和平的行动 因为你也说过他不是一个神学家 他们并没有用一个非常正确的神学概念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不是正是在实践一种 和平的生活 即使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神学概念 我这样看待他的一些的他的行动的意义 好这是我的问题 呃都欢迎也欢迎韩老师对我做出回应 哇非常多问题 呃 我想首先到最后就是戴耀廷这个问题 其实戴耀廷他在发动这个战典中文 戴耀廷他有一篇文章 他不是讲和平 而是讲这个呃 在周园里面跟和平很相关的一个概念 就是公益的概念 呃 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这个公益的概念是呃 呃 要求他其实呃 他最后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就是有所行动的 呃 我的我的就是这个行动就是他他将来的这个呃 就是这个公民抗命的一个一个行动了 呃 所以我我如果就是用他到底他的呃 作为能够不能够最后带带到这个和平的时候 如果用圣经来说 公益他必定是可以带来这个和平的呃 这个所以在这方面里面我们可以说就是呃 他的想法他希望追求公益呃 呃 然后他希望这个公益能够呃 就是呃 大清一个一个更好的这个社会里面呃这个所以是当然是呃可以的呃 但是如果你看他的文章里面呃其实他有一个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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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他非常关注的就是他只关注在这个呃呃就是这个呃的记录的问题 呃特别就是在香港就是这个选举的这个记录的问题了呃这个权力的呃记录的问题 那我我我觉得这个其实呃呃呃就将他呃呃呃就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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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有一个张罕的时候 他就下得太重在这个 要有一个所谓的公正的嫉妒 才能够保障这个公益的生活 也要达至这个和平的一个节点下面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时候 我为的就是他在对公益跟和平的思考 就是比较窄 所以变成他 他走的路就会是这样子走了 如果他要去扩大 就是我很同意你去讲的 就是如果你注重这个身体生的时候 其实你也看见的就是和平毕业人 为指向就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群体的一个状况 其实这个就是周悦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的关系不是没有根基的 你的关系其实就是这个物体的 你这个心体的生活 但是这个心理的生活 为什么是你刚才也问的 就是为什么是一个得胜的时候 我想就是我们要晓得就是 你怎么样人有这个well being 其实不只是是一个很稀疏的问题来的 不是的在在在在在周悦里面还有在伦理学里面给人有well being 这个是一个virtual的问题来的 所以well being其实不需要不需要从基督徒的想法就是太这个太太稀疏了太弱体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错的 这个反过来我们是要我们是要有有有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们有这个就是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心体的角度来讲这个和平的时候 其实你才才才会想到的就是这个心愿里面这个中末论式的和平为何不只是一个心灵的一个想法 啊围到就是在在在心愿里面 或是在阿卜信念里面 其实他很清楚的讲到的就是啊 教会在在地上的啊 在这个角色就是爱神爱人 让人啊在这个爱里面的生活能够解释就是这个中末的一个平安 其实这个是有有一个非常公共神学的一个道向在里面的 但是我想皇上教会里面我们就常常没有去很好的去想到啊 然后你用路德的的想法来就是对比就是奥古斯丁 我觉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路德基本上就是一个奥古斯丁主义者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好希望就是已经达到大大大就是你问的问题 如果又没有达到你告诉我好谢谢你 谢谢谢谢老师嗯达到我也非常赞同您对这个身体性这个世界性的这个强调 哎那么韩老师您也有没有要回应的 哦关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是了解的太少也缺乏感同身受的理解就是对于那段事情 所以抱歉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到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还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 我把问题读出来 在这个学人问他说在香港的人物例子中请问刘进途的信仰历程和德性态度 以至身体力行的分享会否是一个更正面的比较 并且跟你解释旧约和新约的和平神学定义更贴题 甚至连上爱仇敌的实力 对我想他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要问刘进途的和是否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的 我首先要呈称其实对我来说吴耀宗跟戴又廷也不是很负面的例子 不是 我觉得其实 其实现在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困境啊 怎么思考我们的处境 怎么思考我们的出路 其实谁也不容认 那就是我在最初研究吴耀宗的时候 我对他非常负面 但是我在后来的研究多刊他的特别跟邢富正老师一起去呃 研究吴耀宗的时候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人物啊啊 但是他有他的缺陷 这就是所以然后啊 刚才问就是刘首波跟戴又廷武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人物啊 他们也是一个人物 所以不是我觉得不是他们不是我负面的这个这个一个例子 所以我也也大不为的找楼首峰来出来 我也觉得虽然他现在他现在很多的议论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学啊 就是啊 也有一些东西要想啊 要多想就是他怎么样啊 然后说刘进途如果你在香港 其实你知道就是我跟刘进途是有一块去做一些工作的 那所以我想这个已经说明我们的关系了 好 好的 谢谢老师的回应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精彩 但是时间有限 我们现在就要来到这次讲座的尾声了 下面呢 我们除了要感谢两位老师之外 也要用小小的时间 然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所的一些 我们的网站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分享屏幕的最左边是研究所的网站 欢迎你们上来 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学术资源 例如道锋的学刊全文 还有网上讲座的回放的链接 都已经放在这个网站上 然后我们的 我们的还有第二个是我们的Facebook 大家也可以扫码加一下我们的Facebook 还有YouTube 还有我们的YouTube和微信的公众号 大家都可以先截屏 然后扫码 想介绍一下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上 我们可以获得本所相关的研究论文和学术消息 在方便用Facebook的也可以在这里面 获得最新的活动出版学术文章和资料 我们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YouTube 大家可以订阅 因为上面会我们会将之前的讲座都 讲座的回放都放在上面 我们今年这一系列的汉语神学研究线上讲座 还有一些还有之前的特邀教授讲座和经典导读系列 都已经相继放上去了 今天的讲座之后两个月内也都会放在我们的YouTube上 欢迎大家订阅 好那这样子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 今天精彩的分享回应 还有我们问答环节的精彩的回应 也感谢各位学者学人今天的参与 我们期待下次和大家再见 谢谢 谢谢老师 韩老师 谢谢 好的谢谢 谢谢 再见 拜拜